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PRO DRIVE 所以这个设计其实是一个 Cut Cost 缺点 一个缺点 不是这话讲好像收钱了吗 嗯 有收到钱吗 没有 OK 嗨 大家好 在我身旁这台是最新的2019 PROTON PERSONA 而这一辆是最顶级的PREMIUM版本 售价54,600 也是目前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B SEGMENT SEDAN 原厂表示 这台PERSONA 从面试到现在 没有错话是4月面试到现在 订单已经接货超过1万张 交车也已经交车超过3000辆 表现相当的不错 那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分享这台小改款PERSONA 我们对它的看法 其实这个小改款PERSONA 它在外形上 它的改变不是很大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轮圈 它这个轮圈 这次采用了双色的设计 然后它这样子的设计呢 让这个轮圈看起来更加的大 而且稍微增添了一点贵气了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车头 这个车头部分 这个头灯组很可惜 小改款它依旧是采用普通的卤树大灯 没有LED的设置 至于中间这个部分 它就导入了X70过后 Proton 最新的元素 也就是Infinite Wave 这个 加上这个杜格式条 整体看起来相当的好看 还有下面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 LED日行灯的设计 因为它看起来 是原厂特地花心师 去重新设计过 并不像一些小改款色星啊 好像硬硬加一个灯条 在上面 比较突兀 这个呢 相当的有质感 下方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钢琴黑的这个饰板 嗯 是增添了一些贵气 可是 我觉得啦 对车主来说 你就需要更多的心思去照顾这个东西 因为好像我们现在 可以看到在这边 它其实是已经有点肮脏了 挺容易看到的 其实小改款的车尾 它改变也是不大 不过原厂这一次 它主要是在一些细节上 做出一些改变 来提升整辆车的那个质感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的那个天线宝宝不见了 换成了这个 sharp fin的antainer 这个啊 在视觉上加分就不少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也是一样钢琴黑的一个 Darktail Spoiler 这个唯一呢 加了过后 我觉得是提升了一点 运动化的感觉 还有接下来呢 就可以看到原本的那个 它长回不见了 取代的是这个 Proton 的日标 我觉得这个设计啊 虽然改变不大 可是它提升了 它把整辆车拉宽了 因为原本的Persona 从后围看的话 是稍微有点高的 那它换了这个过后 整体我觉得拉长了 然后这个尾灯组 其实是没有改变咯 那我们现在 接下来看下面这个部分 这个也是我个人 相当喜欢的一个部分 原厂加了这个 镀铬四条过后 我觉得 看起来 Persona 感觉上更加的贵气 更加的高贵了 然后 原本的那个 排气围管 本来都是隐藏的 可是这一回 这原厂加了这个 试板过后 我觉得 感觉上是 整个的设计更加的一体化 还有接下来 中间的这个屋灯呢 我觉得还好 有点类似 就是摩根的那个 刹车灯的设计 不过 幸好这个屋灯 它只是一盏 而不是两盏 不会造死人 不过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屋灯没有必要的话 还是不要开 比较好 Persona 另外一个卖点 就是它的这个 侧尾箱 它的容量是510公升 那510公升 听起来有多厉害 我们现在就来实测一下 我们今天就带来了这个 Cabin Size的行李 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是 我这个Cabin Size的行李 我竟然可以这样子直放 它就完全进去了 然后我从这样目测看来 我觉得这个Cabin Size 应该可以至少容纳7个 也就是说 大尺寸的那个行李箱 要放进去应该也不是问题 而且我觉得至少可以放2个 所以一家大小要出油 基本上不是问题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还不够的话 这个版本 还有Executive的版本 它的那个后座座椅 还可以做640的倾倒 增加更多的空间 非常的实用 Persona 的后防装感 是采用和车体一体式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设计它拥有更出色的碰撞承受能力 不过缺点就是 这个门槛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也就是说你拿行李的时候 你拿比较重的行李的时候 可能就要提高一些才能放进去 稍微麻烦 不过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在安全表现上 Persona 其实全车系都有搭载 ESC 还有 HHA 系统 然后这个Premium 车型 它其实拥有6G的安全气囊 这样的一个Spec 其实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亮眼 没有特别的出色 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等级 不过Persona 还有一个强项 那就是它的车体架构 它采用了大量的 1480 NPA 的 HPF 高杠性材质 这个 HPF 其实是叫 Hot Press Form 也就是说热压成型的一个制作方法 这个1480 NPA 呢 它的指数越高的话 就表示它的抗扭能力越强 而Persona 其实有一个同级对手 它的指数其实只有 590 所以相差其实是蛮大的 而且这个高杠性的材质呢 要在很多 C Segment 的车款上才会看得到 OK 那我们现在坐在这个Persona 的里面 那我现在坐在这个驾驶座 我是觉得它的肩部 它的宽度其实是相当足够的 只不过在腿部空间方面呢 就比较好像有点不太够 感觉上有点压迫感 那这个驾驶座的坐姿其实还OK 嗯 这样子坐的感觉不错 这个座椅呢 它的设计 包袱感相当不错 这个叫什么啊 这个东西 蝴蝶翼 蝴蝶翼啊 这个蝴蝶翼它其实有支撑到我的腰部 那我昨天其实是从 JB 到 KL 我都是开着这台车回来 这样一路上这样子长途驾 我觉得蛮舒服的 它并没有给我那种腰酸背痛的感觉 整体感觉是不错啊 只不过它少了一样我觉得相当重要的东西 这边它少了这个 Arm Rest 我觉得对身型比较大的人来讲啦 坐这台车的话 如果有这个 Arm Rest 它的支撑会更加好 它们会做到比较稍微比较舒服一点 这我是觉得稍微美中不足啊 那 Evan 你坐在这边 你觉得乘客的那个感觉如何 我觉得很舒服 这个椅子这一个它的棉花很厚 嗯 是啊 它支撑性不错是不是 然后 我不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置物的空间不够 像我坐车也好 我开车也好 我很喜欢把我的皮包还有手机拿出来 但是 这一台车就是 如果你放了饮料之后 你根本不会有地方去放你的电话 的皮包 嗯 很容易掉 对对对它支撑割 对有点浅 有点浅 有点浅 你知道车里面有东西叫做 glove box 你可以放在 glove box 会卡到 哎呦你翘脚啊 完全是顶到 对啊 我又发现到它气煞的这个 dashboard 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这边太过直啊 我就感觉上好像 有点灵脚 对没有 其实那个空间是够的 嗯 啊你都已经 这个已经是你标准坐直了 对对对对 它只是那一片东西放在那边 你可以压破感 对让我有一种压破的感觉 对啊不然你可以 你可以try一下上下车 我要看一下还会被装脚 其实如果我这样做近的 还 专业一点点 会 OK 其实是有撞到下面这个部分 要闪 不然会撞到 嗯 不过这个也是 一个180升高的人啊 如果你是 稍微缴一点的话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OK 也不是这句话 讲好像收钱了吗 嗯 有收到钱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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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哦 他就讲那个压破感还是有在的 OK 对 然后 呃 我坐在后面啊 我坐乘客的话啊 就是 呃 首先我要讲一下 就是我身高183 嗯 OK 那我坐在后面的话啊 呃 其实是很舒服的 就是刚刚刚午餐过后啊 吃太饱了 那肚子哦 OK 我在乘坐的时候 我喜欢把这个屁股 往前移一点点 就是 腾出一点空间 然后给我的肚子消化一点 做到比较斜一点 对 然后不然你是做太直的话 那顶住那个肚子啊 你们肚子小的人 你们是不明白这个 哈哈哈 像我这样子肚子小会大一点点 不是肚子大 是吃太饱的关系哦 啊 在坐的时候我就喜欢往前腿 OK 以我一个183的高度 如果我是坐直的话呢 这个 我还是有一个一个拳头的一个位置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呃 就算我向前移一些的话 它就刚刚好动到你的那个椅垫 嗯 我有感觉到 这个那个椅背啊 OK 然后 整体就是它这个坐的 这个姿势 呃 这个 seat 像Ivan 拿来这样子讲啦 它的cushion都 蛮hold一下的 就讲蛮solid的 你不会讲一坐下去哦 就好像整个人沉下去 这样子 OK 其实对年长的人来讲哦 这种东西是很重要的 一沉下去哦 其实你做长途哦 不用讲长途啦 嗯 你做一个二十分钟哦 你就觉得你摇鼓一通了 因为它支撑不到你的重量 对 就是需要靠你的小腿哦 来支撑着你整个人的一个力 对 对 然后整体 然后这个 你这样子看 头部空间 那头部空间 是很足够的 我现在是有 有稍微 就是往前 往前 靠一些啊 就算我坐直的话 OK 也还是可以有一次 一个 后面的乘坐感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 这个 这个头枕 OK 就是它是跟这个 seats 一起的 如果是我坐车后面 我在睡觉啊 嗯 我就喜欢这样子靠住啊 嗯 如果你给我那种 那种 那种 独立式的一个头枕 头枕的话 我反正觉得它会 顶住顶住我这样子 可是Iris 有三个都可以调的哦 Iris 有三个都是可以调的 嗯 OK 不过我还是 personally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 可是那种 可调式的头枕 就是在 撞击的时候 它可以给一个 颈部的支撑力比较好 安全性上 安全上 它是比较好的 嗯 所以这个设计 其实是一个 缺点 一个缺点 嗯 不过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也是比较好啊 你在望后镜的时候 你不会看到 对对对 基本上我这样子看 是没有遮挡到我的 对以前我的车 它有那些 那些披露的时候 我中间的这一块我都会拿掉的 那它每次都想要挡住我 挡住我的视线这样子 嗯 然后它后面在这边 它有这个 Iriso Fix 的 那一个 对啊 固定扣 对对 然后这边它有一个 Topdata 也是给你锁 那一个安全仪的 所以 家庭车来讲 它算是很称直的 对对对 这个在空间表现上面 嗯 我觉得唯一就是 可能前面 Dashboard 下面的 那一块板的 那个压迫感会比较重一些 嗯 然后 overall 后面的一个乘客 我觉得是没有控制的 所以在岳父岳母 OK吗 欸 岳父岳母 这个我要看一下先 因为讲真的 等一下我们加一下 我是要觉得 我不知道那个Aircon 打到后面 会有问题吗 嗯 这一台车 而言格来讲 可能是Proton车里面 冷气比较不冷的那一款 蛤 因为 因为它可能 为了节能的关系 它的Compressor 是Proton所有车款里面 最小的那一个 哦 这个其实不是节能 嗯 它是要减轻车的重量 你明白吗 嗯 这样减轻了车的重量 就会 也有可能在动力上面 会 比较好一点 如果用小力一点的Compressor 嗯 可是它依然还是最重的V segment 哦 还是最重的V segment 对 它的最重是几重啊 接近1200 接近1200 哇 安全嘛 你不懂 哈哈哈 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是在Overall 它在空间上面 呃 后座的空间是合格的 合格吗 前座的一个圣客 很舒服 嗯 大概你敲脚你又不讲 你手前来是不是 一直舒服 一直舒服 就是脚部那一边 对 会敲到 然后就是 可能 呃 你要把脚小微开一些 才可以开到那个车 box 所以 我不太牙关 不太牙关 所以你关住脚 关住脚来开 会卡 会卡 我完全顶到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一方面 就是威仪比较 就是小微比较逊色的一个地方 嗯 OK Driver 合格吗 合格 只是我 显没有armrest OK三样东西 嗯 是三样吗 可以 OK很久没有驾这个 Proton的这个辆车了 这辆车是 这辆车是 这个engine spike 可以大概解释一下吗 嗯 这一台Persona 它的engine 和变速箱 和之前 改款前是一样的 就是1G 1.6 Cam Pro VVT 加上它的那个CVT2 的五段数变速箱 它的那个这一具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咧 也没有变 109 109 109 PS 风筝流力 150Nm OK 然后就是 它是CVT2 是不是 对 我们是听他讲咯 就是这辆车 它的那一个 pick up好像有delay 这样子咯 不过等下我讲 这样子驾的时候又驾不出来 嗯 我们先坐一下 诶 诶 其实我不明白 为什么很多人讲这辆车的那一个pick up 会有delay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大家对之前这一具CVT的一个 看法 印象 因为以前的CVT确实是这样子 嗯 觉得这样 不懂吗 不懂是我年纪大 心跳比较慢啦 我就感觉到它不会delay 其实它起步还蛮快的 对啊 起步还很快一下 其实它起步的时候 你可以feel到它的top 已经有在那一边了 才是奇怪哦 原来还打轮 对哦 当然我们这样子 我只是很轻踩这样子罢了 你看我们现在是完全静止的 OK 轻踩完了 不要刻意打 还是打轮 还是会打轮咯 OK 所以 这个 我是觉得 Ivan 你之前 你的Iris会这样子吗 会 就是现在还会 现在还会 现在还会 就讲你 你不是已经update你的TC World 对对 它每一次update之后 它都会比旧的版本更好 只是 这个新的Persona 这个表现暂时还追不上 这个表现太好了 OK 这个就是 你买新的就有好处了 先买先享受 先买先享受 不过我相信 它这个应该只是一个setting上面的 一个 只是一个setting 我相信你的那一款Iris 是几年啊 2015年 我相信它也是可以 调校到这样子的一个setting 可能就是还没有公布 就是完全的official 给全部的公众啦 不然等一下 一堆那一个Iris的车主啊 去找他们update ETC World 他们也是很不得空的 因为其实从数据上看来 它的 那个 变速箱还有它的引擎 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和改款也是一样的啊 我觉得它的动力 其实还真的是不错 我也觉得 然后也感觉不到它的delay 我时常在网上面看到 他们会讲 这个啊 有时在红晴灯啊 踩油不回去啊 它会有一两秒的那一个 还是一两秒的那个delay 我也是不明白 那个delay到底在哪里 再试一试 OK 踩油 不可以啦 如果我要客帝踏大一点 它就打轮 对 因为这个刚刚效果也啊 地上比较滑一点点 OK 我们轻轻踏 轻轻踏还是会走叻 OK 所以我相信可能就是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传说来的啦 传说就是 就是 网民对于 就是在网上面拿到一个卡法 可能之前它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之前Saga FLX的 我其实本身之前是开过Saga FLX 那个delay真的是很明显 嗯 然后 如果拿来比较的话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很多 OK 我只是 我只是驾过那一个Saga FLX的那一个 manual版 所以我感觉不到那一个delay 我这次开了CVT 那个CVT的感觉其实就好像你 好像你开 手压的车 你驾manual的车 然后你不会驾 你就驾到它好像 冲一下冲一下这样 那种顿挫感很明显啊 这一台是完全没有 OK 但是Ivan 其实你坐在后面呢 会投缘嘛 不会啊 我现在在这边转左 转右 转左转右 不会啊 很舒服啊 你有收不断钱的吗 我现在是转左转右了 你还跟我讲很舒服啊 它真的是会打轮一下的哦 对 没有啊 我坐后面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啊 这样子就有感觉啊 这样子就有感觉啊 哈哈哈哈 没有感觉就惨了 不过它的suspension啊 它的body road其实控制得很好 嗯 嗯 它在转弯的时候啊 然后大概我们只是 呃就是 我大概就是 我不小心拉到handrake一下 body road是会有 只是 不会到 给 给 给到乘客那种不安心的感觉 我觉得你家只解释是错了 我觉得它body road是给到这个驾驶者有信心 嗯 你不觉得那一个body road的那一个 就是 你已经感觉到车好像是不可以了 不过这个body road 现在下雨天哦 然后配这个 这个延长的这个轮胎哦 这个延长的轮胎就是 有点考技术一下啊 我没讲它不好 我是讲它考技术好了 我觉得那个感觉 那个suspension还是很好的 因为我这样子转一个弯 我也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 那一个body road 就是它有很轻微的 可是 就是完全跟着我那个stairing的那个body road 那其实它整体的那个动态表现都很好啊 嗯 可以给到你信心 其实还是一辆很好玩的车呢 没有就是 没有 不会感觉到它是 感觉到它其实很轻盈这样 它不会有那种拖重的感觉 然后现在上斜波哦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哦 嗯 就是很简单 就是CVT的那个声音会稍微 就稍微高一点点 嗯 不过这个东西也是习惯罢了啊 你radio开大声音 然后就听不到了 我觉得这辆车的隔音也很不错 然后 这个动力 这个handling 然后它的right comfort 都做到不错一下 如果想这辆车是针对就是 可能比较小家庭啊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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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三振也好 我是觉得它 它是 它是控制的很不错的 我们刚才就和大家分享了 Persona 在操控 安全 空间 还有舒适上的优缺点 那其实这一次 Persona 给我们最大惊喜 不是 Watt内外的升级 又 也不是那个 High Proton 还有五年的 那个Free Data 最大的惊喜 其实是它这一次 这个CVT 变速箱的表现上 有很大的改进 传说中的论触感不见了 而且 根据Proton 的工程师说 这个CVT 其实这一次 在硬件上有 进行了一定的升级 也因此它的表现更加好 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 你们的看法 也记得别忘了 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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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评论